真的 我觉得演员如果没有信念感的话就不要走上这个舞台 为什么一定要多要当演员呢 演员这个职业是一个 最低级的职业吗 难道 所有人都要到这来分一分根 我们都太尊重这个舞台 我们太尊重这个表演了 当我们拿到一个角色的时候 你不知道要花多少的功夫 多少的气力 为这个角色付出多少你才能够塑造一个 大家能够爱上的一个经典 曾经的张子怡被认为是中国为数不多的电影嘎 但是近几年或许是因为生活需要或许是因为电影的不景气 张子怡开始频繁地出现在综艺中 甚至还参演了电视剧 因为其实国内的获得了影后大满贯之人 是首位亚太影后大满贯之人 其知名度确实是响彻了国际之中 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 张子怡原本是出生在一个很普通的工人家庭之中 小时候因为个子比较瘦小 所以便被母亲送去了体校之中学习体操 但是学校里面并没有体操班 所以后来张子怡便转而进入了少年宫之中学习舞蹈 并且在之后走上了舞蹈这一条道路 1996年 张子怡如妈妈所愿考进了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 与梅婷 胡静成为同学 同学们各个优秀 张子怡感到有压力 于是苦练演技 而机会总是光顾有准备的人 这时张子怡幸运地被选中参与电影星星点灯的拍摄 这是她出演的首部电影 2004年 玫瑰之舞慈善晚会上 霍启山对张子怡一见钟情 霍启山是香港大富豪霍英东的孙子 妥妥的富三代 两人恋爱了两年 张子怡的妈妈很看好霍启山 觉得二人般配 但是事无常 后来二人友好分手了 记者问张子怡分手的原因 张子怡说出了真相 原来霍启山的家人对张子怡并不满意 大家族有大家族的规矩 他们不愿意霍家的子弟娶一名女演员 霍家人说 如果想得到霍家认可 张子怡就不能再当女艺人 然而 演戏一直是张子怡热爱的事业 张子怡明白 女人只有拥有自己的事业 才能获得独立和自由 她再三考虑 放弃了嫁入豪门的机会 张子怡2015年嫁给歌手汪峰 除了抚养男方 与前女友生下的大女儿小苹果 她也分别扮下一女一子 我其实我觉得我不是一个特别有天赋的演员 所以我就要不断地去学习 我也是很小就开始演戏 但是我没有子怡那么幸运 就是她可能上大学的时候就拍到了一谋导演的戏 然后她可能不用去拍非常多的烂戏 但是我是拍烂戏长大 在多大演技类综艺担任评委的张子怡 棋逢对手 在《我就是演员》的舞台上 和豪磊言语之间 有点明争暗斗的味道 在剩一轮拆完台以后 张子怡终于找到机会 开始自吹自雷 强调自己第一部戏就是演了张艺谋的戏 对于剧本不好的 烂大街的戏一概不接 这一下子就惹火了豪磊和李承如 没等李承如发话 豪磊就开始回击 首先很有意味地看了张子怡一眼 然后豪磊致敌有声地说 不是所有人都像张子怡那么幸运 本身自己条件好 一出道就有好多资源 但张艺谋选人也不算玄学 不能只归功于运气一向 传闻张艺谋当时选中张子怡有两个原因 一是张艺谋第一次见到张子怡时 觉得她的形象气质就和电影《我的父亲母亲的招弟》 完全是一致的 二是张艺谋在张子怡的身上 看到了巩俐的坚韧 当然 张子怡一路走来演的确实都是大导演的作品 这当然有一部分的运气 但张子怡的成功难道就只靠运气吗 我们不能让普通人你行你上 但是同时带出色的女演员也不少 为什么只有张子怡走到了最高点呢 真正靠运气和资源区堆的女演员倒也有 现在大把流量明星都是如此 张子怡成功当然有一部分运气 但是她的努力 天赋和拼搏心每一个都不缺 这也是绝大多数实力派演员能一直红下去的原因 这也是绝大多数实力派演员能够